这边左边这里绿色的就是可疆解 环保系列的东西 像这是PLA吸管 从手摇引起家到餐具制造批发 于宗明认为这些还不够 不甘于全产定位的他 开始发展可疆解餐具 触角升到环保科技 这才让他一举抢下美股市场门票 现在全世界的国家都在想说 怎么样把塑胶替代 可疆解餐具其实就是如玉米小麦等原料 所制成的产品 可以在海中自然分解 或者进到特定机器内进行分解 现在在镜头前面的就是可疆解的环保餐具 其实它的外表上看起来跟一般的餐具 并没有什么不一样 但是像是现在这样的环保科技 在未来的美国将会是一大市场 近几年这类型的餐具 在欧美国家逐渐兴起 但你可能没想到 这可疆解的技术研发 竟然是来自台湾 其实台湾在很早以前 就已经研发了可疆解的 但是一直以来没有真正的去执行 反而是欧洲国家 还有中国开始很强烈的 积极的推行说 要完全进做 早在今年四月美国夏威夷就已经针对一次性吸管刀叉竞速 明年的夏威夷要达到全面餐具竞速 这也让早有发展可疆解产品的余宗明再抢得先机 目前夏威夷有50%的店家餐具产品都跟余宗明的公司缴货 从手摇引企业到餐具包材批发制造 再到现在的环保科技 总是把目标看得比别人更远 宇宗明说 未来几年 公司的目标就是要以可讲解产品 全面取代塑料产品 借此来达到市场的未来需求 欢迎新闻特派记者陈丽婷 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 每周四晚间8点58分 环宇看东亚带您探索东亚震惊脉动